非洲大草原上的黑夜之子 走猫 他们堪称猫中猎豹 体型修长 姿态优美 有着酷似猎豹的皮毛 四条标准的大长腿 赋予了走猫弹簧般的弹跳力 在猫科动物中 走猫的捕食成功率可达50%以上 而猎豹和狮子等猫科大哥 狩猎成功率却也只有10% 身为猫科的狩猎高手 走猫那一对筋骨门式的大耳朵 能听到捏取动物细微的声响 在毛色的伪装下 默默给腿部进行窝轮增压 奋力一窜 四米开外的敌人来不及反应 就成为了猫粮 每到春季 索猫会借助在土豚的洞中装晒潮 当然是不给租金的那种 不幸的是 由于自身皮毛靓丽 他们在南非地带被大量捕杀 那些地方基本上没有了他们的踪迹 净幸的是 目前在其他保护区内种群数量相对稳定 而且不少国家可以合法饲养他们 比如美国就可以把损猫当宠物饲养 但是在中国不可以饲养 因为它们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好啦 本期的世界之最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视频的话 别忘了点赞 分享 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